就是说拿下今天这场比赛 没错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女子的中国与世界乒乓球团体挑战赛 是由中国的朱宜玲对世界联队的冯天威 大家今天可以更多的去关注我们中国的这个年轻的新面孔朱宜玲 其实这个小将呢很有潜力 将来呢我想的也是会在世界平坛上有很大的作为 我看好她 对确实大家可以看到中国队现在已经在培养这个后背力量 培养新人了 那么作为陈梦和朱宜玲都是90后的运动员 那么培养运动员他确实是有一个周期 他不是说随便一个中国队的队员拿出来就可以战胜冯天威 那么应该说还是有一个这个重点 那么目前中国队的这个培养新人的这个重点 主要是应该说女队主要是在这个陈梦和朱宜玲 对 这两名这个小将上面 而且呢刚刚在上海同时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的 就是中国乒乓球队新的奥运周期教练员的竞聘会上 孔灵辉知道在竞聘女队一队主教练的时候 他特别说到就是在四年之后的里约巴西奥运会上 能够看到或者出现一到两名像类像类似于就是陈梦和朱宇玲 这样的新面孔进入主力阵容 对 这点上我觉得从小将上来讲 每场比赛都是竞争 每场比赛都是积累 对 对于这个中国队这个优秀的这个集体来讲 他这个培养的这个年轻运动员 他并不是说这些年轻运动员接班而是抢班 就是就像这两名运动员 他必须具备打败 就是现在的你像刘诗文啊 郭炎啊 包括这个李小霞丁宁啊 他必须要打败这些 就是说抢班 超越这些现任的世界冠军来抢班才可以 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观看比赛同时呢 参与短信互动 全国手机用户均可发送6至10669999 084参与 全场将有五名幸运观众获得时尚手机 精品运动装备套装获千元现金大奖 朱与玲的这个技术特点 我们还是请刘伟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名小将呢 首先他比较突出的 应该说头脑比较聪明 所有带过他的这个教练员 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那么他打球呢 这个手上感觉 下一步的这个发展重点还在正手的这个杀伤力的这个点的这个突破上面 因为打到高水平最后还要有一个这个超一流的 对你这个正手就是发球抢攻能够解决问题才可以 从这一点上目前这个朱与玲呢相对薄弱一些 那么大家可以看朱与玲打球啊 就是 就是无论是领先落后 他给大家就是前一段拼超联赛的时候 我在看他打球的时候 他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哦 乒乓球这项运动原来是一个感觉 其实这个感觉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掌控对手的心理 也可以掌控场上的节奏 让你就是说体会到打乒乓球 对于感觉的要求的重要性 是 我想呢 就还有一点就是朱与玲像这样的年轻选手 他的心理素质 他心理的这个能力 是不是能够和他的技术相匹配 这一点呢也是至关重要 如果有技术 心理素质不行 还特爱紧张 或者是凡是大赛 关键场次总掉链子 来这么几次 对他这个信心上啊 各方面都会有影响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想针对每一个重要的对手 每一场比赛 都要处理好 嗯 我们看到这个冯天威 这也是一名老将了 我觉得冯天威 除了他这个正手连续拉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之外 他在心理和思想比这个 呃 一般运动员做的优秀的地方就是 哎 同样两个人在比赛都会有被对方打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但是冯天威 他会等待就是对方 对方的改变 那么对方的改变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转机 嗯 这个这一点是冯天威的这个强项 另外我觉得冯天威这个性格他还挺安静的那种 比较沉稳就是超出他的年龄 嗯 可能跟他的经历啊各方面都有关系 那么今天这两名运动员应该说 嗯 中国队是一名小将 挑战 嗯 新加坡队的老将冯天威 这也是世界冠军了 毕竟朱玉玲还没有拿到世界冠军这个头衔 那么今天的朱玉玲能否打出小将的这个朝气和锐气 这是一个呃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如果说能够打出锐气的话 那么他的心态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轻松的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在一些中性球可发力不可发力的这些球上面呢 朱玉玲一定要选择搏沙 这个才能体现出这个年轻运动员的这个这个搏沙的这种劲头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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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中国与世界乒乓球团体挑战赛 那么这次女子的比赛 是由中文队的朱玉玲 对世界联队的冯天威 第一局是冯天威先生 你必须要领先于冯天威 你在技术上 但是怎么领先 他四平八稳的打 他不可能领先 他必须 他现在第一局上面 朱玉玲没有给冯天威 比较多的压力 他的冲击力不够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冯天威 他现在才动到了 他的四成力 四到六成的力量 也就是你对他的冲击力大点 他可能投入的这种 他需要变 他需要加力 他需要加速 他可能会挑战到他的八 我们看 你看现在冯天威站在那 左来左打 右来右打 就在等待着你的食物 你如果说真正有 有锋芒的时候 你给他压力的时候 冯天威会侧身的 他一着急了 他觉得有压力的时候 他会侧身的 他现在还在很安静 好球 好的正手 我想 在比赛当中 应该大量的去 为正手 创造机会 好球 入一个正手得分 我们看这两个球呢 冯天威都是在 想紧压住 朱玉玲的中间 被朱玉玲算到 等到之后呢 这两个正手得分 那么接下来的冯天威 他的反守卫 肯定会 胸辩直线 反守也能够 抢先发力 抢先发力 拉开大手 前面第一局都是对付的比较多 对 碰来碰去 你碰过来 我碰过去 对 那体现不出他的这个优势 好球 好的 沉住 哦 漂亮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朱玉玲 冯天威这个侧身 马上朱玉玲一定要怎么样 反守变直线 牵制住冯天威 让冯天威 就是还是站在中间打 或者反守再凶一点 变直线 我想这个朱玉玲啊 比较被动的 就是和对方拼经验 嗯 是吧 一定在技术上 能够打出优势 现在比分是7比5 5比7 嗯 有明显的什么漏洞 但他的球呢 在发球前三板正手的杀伤力上 如果跟这个顶级的选手比呢 也是他的需要发展的地方 但他的优点就在于 你看他逢比赛啊 每场他在场上心态稳定 心态稳定 而且他荣辱不惊 对 嗯 应该说是很大气的一个选手 漂亮 打到了朱玉玲的套路上 反守加力 把线路打开 然后侧身抹他一个大脚 年轻 打出灵感 而且也不能乱跑 跑得有点早了 判断失误 首先呢 注意灵刚才这个在反守 搓控 搓球控制上就没有搓出质量 导致对方直接变态 对 这个变迹算有点晚 叫G011比6 这方呢 在前两局就打成了一平 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 参与短线互动 与主持人或嘉宾进行交流 发送足资6 至1066999084参与 将有5名幸运观众 获得精品音符动装备 时尚手机 及千元现金大奖 也是历史的足迹与脉络 追逐绽放的荣耀与梦想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前两局打成一平 好球 漂亮 我们看朱依林这个正手呢 就是胜在这个正手的这个落点 看角度特别大 小三角 同样是一个斜线 这个拐出去的这个斜线 就能得分 但是正的这个斜线 可能就会被对方防过来 你看 双方在拼速度的时候 刘伟 你觉得还是朱依林 对 朱依林的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这个中间 你没发现 它中间侧身 非常快 啊 这annya还是因为 交换 这个应该说是有快丝 还有弹击 刚才有一个弹击 其实就在节奏上已经打乱逢天位了 我觉得朱玉玲看到前两局到现在为止 觉得她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朱玉玲打球不费力 你发现没有 她正反手动作很小 简洁 没有认为她很是吃力的那种 打球很松弛 感觉很松弛 另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上的一些起伏 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 目前的感觉是心理上还是 对有点 跟冯天威打会打成个什么样 是什么样的感觉 她不知道 所以说心里没底有点紧张 但是对那个点踩好了之后 这两局当中 我觉得朱玉玲是在释放自己 是 可以全面的去发挥自己 目前的冯天威从技术环节上 给朱玉玲带来的压力并不是很多 就是相持 朱玉玲占优 在前三板当中 冯天威又没有很好的发球 或者说发球抢通 给朱玉玲造成压力 又没有很好的发球抢通 还是可以令人更多的发球抢上去 没有很好的发球抢上去 尽量磊的发球抢上去 尽量的发球抢上去 是这样的发球抢上去 不要打竿抢上去 你不得打竿抢上去 我又没有天空抢上去 我又没有人打竿抢上去 上的高点快拉快酥 张天威现在需要加强薄杀了 正手 破点也是什么呢 力量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 香蚩打不过对手的时候 他的这个 要突出力量的时候 就是单板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 质量 这局是大比分的优势 拿下这局 叫Q10是2比领先 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的第四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我们继继续来看这场比赛 漂亮 反拉 反手反拉 反手 再来 再来一把 这球个儿太矮了 个儿高点的话 这球别那么费劲 所以就像这种球也看出这个冯天威的力量不足 一般机会球 只能相对有点改变 通过后天的训练 从现在刘伟 您再看看是不是朱宇玲 他的一些强势的一些特点的一些技术 都能够打出来了 应该是 还主要有这些技术上的特点 能够得以施展 主要取决于朱宇玲现在的心态 比较放松 我们能够通过后面这三局 我们已经能看到他的积极主动 并且他的站位比第一局来讲 中国与世界乒乓球团体挑战赛女子的比赛 目前中国队是大比分领先 那么前面的几场比赛一场呢 是丁宁3比1 胜了世界联队的金井娥 双打比赛呢 昨天是陈梦朱宇玲3比2 胜了萨玛拉和冯天威 在今天进行的第一场的单打比赛当中呢 是陈梦 战胜了世界联队的萨玛拉 罗马尼亚选手 嗯 这个球就是冯天威在搏杀 但是不具备这种能力 反手用大动作 这个发力冲下旋 这个球 这个说明冯天威现在目前的这个心态有点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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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 好 中 Henri 是啊 我们下集完 3-4-2 我目前场上的情况 对于冯天威来讲 应该搏杀 但是他的反手搏杀 没有什么威胁 所以冯天威在发球 接发球之后 如何把他的正手能使用过来 其实正手他还是 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和条件的 对 3-6 3-6 3-6 漂亮 还有 哎呦 撩一板 哎呀 太嚣张了 这人在 远牌 定牌 反手打回头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其实作为观众 冯天威现在逐渐的把他的这个气啊 就是他搏杀的这个球侧身 大家也看到 就是说基本上也都也都用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波尔奥西拉洛夫 感觉到很不适应 我记得 这个每支队伍他都有男帮女 包括中国平凡球队 也有男男帮女 可是男运动员对女运动员的球啊 很多时候都是 很不习惯 很别扭觉得打起来 女运动员球轻 男子的运动员重 他借不上力 所以他不顺手 我感觉到很不适应 我感觉到很不适应 哦 漂亮 就已经反手加厉 被冯天威防了回来 这是猪与灵药的展平 这个是猪与灵药的展平 这是猪与灵药的展平 那么这几个球呢 冯天威两面搏 就想 就是把这一局拿下 整场整场的也是赛点了 这个冯天威呢 现在是最后一搏了 最后一分了 对 所以冯天威呢 这个反而心里啊 就感觉定了不少 对 心比较踏实 他站在反手的时候 反手感于加厉 对方胸脖的时候 他也能扛一两下 对 不像前面这个 他一定要先凶遍冯天威的反手之后 掉右压左之后 得冯天威的反手 他就搏杀不了了 他如果说就站在反手位 对 就站在反手位 他搏杀 他是有的 先给正手 之后再回来 你看 这就是搏杀场 这个也是经验 冯天威呢 毕竟是酒精沙场的 取得过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曾经在莫斯科士兵赛上 成了新加坡队的 攻勋运动员 现在十比八 十比四吧 大概连追了四分 对 基于拿下 那么这个发球的落点 一定要发到冯天威的正手位短球 不要发到中间 发长球 哎哟 冯天威也太可惜了 这个球在相持的时候 第二把下网 你不是跟我拼吗 我发个长的 来吧 其实他早发长的就拼了 对 这样 朱丽玲拿下了这场比赛 三比一 战胜了世界联队的冯天威